我就一直在66楼 呼喊求救 特别大声 我用尽了自己所有力气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 有一个人看到也好 没有 其实还是有担心的 但是在律师的陪同下 我已经去申请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令已经下来了 我也希望保护令 能够真正地保护到 我的人身安全 第一次他实施家暴 为什么拒绝他 抗拒他 其实这个问题是 很多人都在问我的 因为我觉得 第一次被家暴 想要马上离开 那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去做选择的 你在处于感情里面的时候 你对他是有感情的 然后也有期盼的 就是情感的那种牵绊 会让你就心软 想要原谅他 当你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样去 做出一个非常明确 正确的一个决定 我收了很多很多的留言 真的不知道 有那么多女性 在被家暴 我的视频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能够给他们一点力量 让他们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弱势者 就应该忍让 就是哪怕我很微小地发一个声 也许就会不一样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 BM